在今天的常规赛争夺中,快船坐镇主场迎战雷霆,雷霆方面,核心威少和罗伯森继续奸商作弊上关,比赛开始,乔治可是罗德疯狂打铁,雷霆圈对防守糟糕,被快船接连得分打出一波16-0。 好在随后雷霆替补表现给力,诺埃尔篮下得分,阿布里内斯外线命中,雷霆回进一波13-1,首阶结束,雷霆20-27落后快船7分。 第二节开始,陆威接连坎分,但雷霆这边,阿布里内斯,继续命中三分,福格森追身三分也有,贝尔顿穿枕也线,但唱结束,雷霆46-48只差两分,异地在战,帕特森上来命中三分,亚当斯拦下爆扣,乔治终于如梦初醒,接连标中三分, 诺埃尔篮下也有,三节结束,雷霆17-71将比分反超,进入末节,陆威再次发威连得五分,亚当斯拦下打将,哈里斯三分也有,两队逆篮我网,乔治标中三分,两队战成90平,但随后陆威三分再中,哈里斯中投也有, 博拜篮下也有,快船,一举拉开分叉,追分阶段是罗德,连续打铁,哈里斯抛投再中,快船103-92领先11分,最后时刻乔治六半立场,雷霆彻底宣告失败,最终快船逐场108-92大胜雷霆,快船方面,哈里斯25分8篮板4助攻,加里内利26分5篮板,陆威17分, 马阳诺维奇9分3篮板,雷霆方面,施罗德斯投2中得到8分8助攻,乔治27投7中得到2,0分8篮板4助攻,亚当斯17分17篮板,阿布什分,费尔顿12分4篮板3助攻,诺埃尔9分5篮板